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近期的购物分享 然后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戴的这一个耳环 它是那个Topshop家的 它跟常规的那个珍珠耳环不太一样 就是它是那种没有光泽的珍珠 就是类似阳光的珍珠 还有就是它戴起来的话有一点点重 但是我是觉得它还蛮可爱的,所以就买了 另外一个就是身上这件上衣 然后是在Super Dry家买的 很惊奇吧,我竟然会去他家买衣服 价格超级便宜,才9磅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白色的,然后点点的就是蛮可爱的 然后配上这个珍珠耳环 然后今天画了一个就是稍微偏玫瑰色的一个妆容 户户方面呢,我买了这个就是赛贝格医生家的这个维他蜜C粉 因为我看网上就是对它的评价非常非常的好 很多人就说去痘印啊,还有去一些暗沉啊什么的都效果非常明显 我买的就是它是一个小织妆的,他们家其实有大织妆,大概是100多磅吧 我就打算先试一下小织妆,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一共呢它里面就是5织这样子的,然后已经用了1织了开始 大概的用法就是把这个扭开,然后倒在手上 直接涂在脸上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种那些creamy的质地 我觉得好神奇啊,然后我一般是把它就是跟我的那个精华混合在一起 因为它的粉质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大家就是打开的时候一定是扭开 如果你这样拔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知道吗,你就看到你的金钱漫天飞的那种感觉 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还没有就是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就是最近用的话,我打算就是坚持用完这一套以后再跟大家回报一下 另外一款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款胶韵世家的这个双管精华 然后叫double serum,我买的是那个新版本 它说新版本中间呢就是有提增加那个就是美白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吧 所以可以就是亮白你的皮肤,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在用这个 我觉得它吸收蛮好的,味道好闻,然后一点都不黏 我刚开始以为它就是之前看之前那个包装 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偏油的那种产品,其实根本不是的 就是它涂了脸上以后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呢它的设计也非常的聪明 这上面它有两个就是选择就是你想挤的少一点 你就把这个转过来,然后你想挤的多一点就把它转回去 我一般呢我会把它就是选择在那个大低的这个地面 然后挤大概两到三管左右 然后配合我刚才就是说的那个维C精华一期使用 看我微博的同学都知道就是我最近的洗脸都用完了嘛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奥伦纳素加的这一款就是深海 深海洁面皂吧,应该是这么说吧 然后我用了两次 它洗完以后呢就真的是跟所有的肥皂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就是脸上特别紧绷 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搓的就是搓不动的那种感觉 不会很光滑的那种感觉 我朋友呢他可能是混油性肌肤 然后他特别喜欢这个他用了他们家一个面霜他就会很好用 但是他说如果我是干皮的话可能用那个就一般 我打算就继续用一下这个试一下 我刚知道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牌子 它的中文名字叫肯梦 跟它的这个英文翻译好像完全不太一样 OK因为我是他们家的就是死忠粉丝你知道吗 觉得他们家所有的产品都很好用 而且他们家就是主打那个植物品牌呢 所以就是对头发什么的比较好 我在他们家买了另外一个就是类似发油的产品 它大概就是给你头发让你头发看起来就是更加饱满 或者是更加蓬松一点的吧 就比如说如果你头发很少的话呢 它应该可以给你打造的效果就是让你头发很 看起来更多 就是看起来比你实际的多 OK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头发本来就很少的话呢 头顶这个地方非常塌的话呢 就很老我觉得显得很难看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时候 大家觉不觉得吗 但是如果你把头发这里就是弄松一点点的 就会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点 对所以我就最近用了这个产品 它的用法呢就是在你的那个湿的头发上喷完之后呢 拿梳子梳开 然后再拿电吹风吹干吹完以后呢 它应该就会让你头发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稍微松一点点 到了彩妆的部分 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Urban DK家的这个定妆喷雾 我买的是小支 因为我想试一下看就是效果怎么样 然后再决定入那个就是full size来什么的 很多人都在推它说它就是很好用 但是很多人都在抱怨它的味道就是闻起来像胶水 所以其实我还买之前还蛮担心的 但是我最近都在用啊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难闻 就是我能接受的那一种吧 然后至于效果的话 我还在测试中间 第二个呢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说 非常非常火的 我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知道吗 这个叫什么Urban DK家的这个heated palette 类似火玫瑰色 应该是怎么形容吗 我也不知道因为换位花了很多火玫瑰 ok然后之前英国断货了 然后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那个feel unique 前段时间就是打折我才买了 打完折以后才31磅吧 就特别便宜 这个盒子是那种就是应该是塑料的吧 我还蛮喜欢它这种盒子的 特别好看我觉得 然后质量比我就是买的 其实那个naked palette 我就买了第一代 然后之后的所有的都我都没买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入的 它的颜色呢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 就比较适合黄皮的这种类似 黄色或者是暖色红色调偏多一点点 我觉得它颜色还是蛮美的 之后呢可能会出一个妆容吧 还有一个彩妆产品呢就是我入的这个牌子 我当时会把那个信息栏都写在这上面 他们家的一个类似低管的高光 这个还蛮划算的 大概好像是不太记得了 可能二十几张吧 然后两支 它是一支粉色和一支那个金色 为什么买它呢 是因为有一次我看一个视频 就是有个化妆师嘛 然后他在给另外一个博主化妆的时候 他就说他有用这个牌子的那个低管 他说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是跟别的那些牌子比起来 这款就属于比较自然型的 可以就是加在那个粉底里面什么的 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好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两个 另外一支彩妆产品呢 就是MAC加这支很火的西柚色口红 它是那种非常水的质地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给大家在手臂上试一下颜色 比较适合就是每天的那种妆容 或者是淡妆 比较喜欢淡妆的妹子 应该也会喜欢这个颜色 它的颜色其实就是 跟别的口红来比的话 没有那么饱满 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嘛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更加适合每天涂 而且它比较就是适合黄皮 到了隐形眼镜的部分 这一次呢 我一共买了三个不同牌子的隐形眼镜 然后它们的颜色呢 都是棕色 我都有用这几个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强生家的棕色眼颜 棕色眼颜是我个人就最喜欢的一款美瞳 之前我没有尝试过任何别的牌子 只用过就是强生家的美瞳 现在它们家这个系列就是出了很多 什么灰色金棕 反正就是出了颜色比以往要多一点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在英国的话呢 其实你是可以买到美瞳的 但是这个版本就是强生的这个版本的美瞳 它只有两个颜色 第一个叫什么natural shine什么的 就是类似棕色的那一种 第二个就是有一点蓝绿色的 所以你只有一款可以买 就为什么我在国内买的这一款 我觉得它戴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显得眼睛就是还蛮水亮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像之前的话有很多人反映就是强生容易滑片什么的 但是新版的强生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戴下来一整天没有太多问题 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我当时会把信息都写在这里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买的 我当时看的颜色还蛮美的 它跟强生的对比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显得更加 怎么讲丰富一点吧 就是更加rich一点点 就是显得眼睛棕色会更加明显一点点 它戴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我今天戴的就是这一款 第三款呢 我不知道这个叫石桶还是什么 上面写的石桶 但是写的可富雷日抛 我买的颜色是公主立宗 这一款呢也是日抛 然后也是在淘宝买的 就是我比较运气比较好 就是因为我弟有时候他会经常就是费英国嘛 所以我有时候会把一些就是淘宝买的东西 寄到他那里 然后他给我就是快递寄过来 非常棒的快 OK 这一款它其实是台湾制造的好像 所以我觉得它用起来还不错了 但是这一款跟就是这两款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两款舒服 没有强生和这个韩国这一款舒服 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它 就是它的那个花纹稍微不太一样 就是花纹照相的话会好看一点点 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一款回购的产品 然后它是一款就是帮助睡眠的一个类似低管的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就是如果你是吃素的话呢 也可以用这个 它大概的用法呢就是低4D在你的舌头底下 然后从来帮助你就是放松什么的 我刚开始买的是去年的时候吧 就是我有时候晚上非常难睡觉 所以我最后面实在是没有办法 然后就买了这个产品 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老公就会就说 这种东西都是心理作用 就是根本就是没有效果 你是认为它有效果的 后来我用了一次两次 我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产品 直到后来就是我用了很多次以后 我发现我每次就是低完以后 我的脑子就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马上基本上就可以睡觉 说然后一般都是睡醒直接到早上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有效果的 后来我要推荐给我弟嘛 然后我弟用完以后 他说就是用完以后头晕晕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我没有觉得很头晕晕的感觉 直到就是最近开始嘛 然后我老公也发现他就是晚上有一些你知道吧 可能他最近工作比较忙什么的 他也就思考比较多一点点 思想比较活跃的 他也发现晚上很难睡觉 我就说你试一下这个吧 试了一次两次 他也觉得可能是心理作用 但是最近他才发现真的是有效果的 就是他用完 他自己都说他用完这个以后呢 就是马上一觉就睡到天亮 基本上他醒来就是早上 而且好像晚上也不会做梦什么的 所以我又回购了一下 因为我们俩最近两个人都一直在用 就是睡前的时候 两个人都会第四滴在舌头里面 然后就睡觉 OK然后到了服装的部分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秋天的一些单品 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条Topshop家的裤子 是这种红色的阔腿裤 同样的款式呢 我要买一条就是黑色的 就是两个款式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然后这两个呢我为什么喜欢它原因 是因为它第一个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第二个呢它是类似就是高腰的设计 如果你个子很矮的话呢高腰就会显得你腿稍微长一点点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长度正好 我穿30的长度吧 然后正好是到那个脚踝稍微上面一点点 大家知道就是亚洲的女生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的话 真的是比较难找到适合的裤子 就是我发现唯一一个可能能找到适合裤子的就是Topshop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家的30就是我是1米63的个子嘛 他们家的30裤子我就穿起来正好是到脚踝那里 如果你个子比我还矮一点的 你可以穿一些就是他们家28的 如果你个子非常高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32或者是34的 所以他们家有一个出的非常非常的好的点 就是这条裤子嘛同款它有出一个普通款 普通款应该就是类似我们说的30版 然后还有一个petite petite就是我们说的娇小的个子 娇小的妹子 然后一般它的裤子长度是28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写了一个tour 就是高个子的女生 一般是32到34左右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美的 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艳的红色 但也不是很深的红色 就是属于一个中间的 我那些穿出去就是 它还蛮就是flow的那种感觉 穿出去然后还有那个阿姨夸很好看 另外一条裤子呢 是一条直筒的牛仔裤 也是topshop家的 就是这样子的款式 它是内容就是 这个地方是直接剪裁的那种 其实这样的裤子我没有 所以我就买了一条这样子 我个人比较喜欢它 我觉得它穿起来还蛮好看的 就是像我们传统的印象中 我印象中的直筒牛仔裤 就是那种就是上下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这种就是straight 这种topshop家的这种直筒牛仔裤呢 它做的还蛮好看的 就是屁股那里稍微薄一点点 稍微紧一点点 在大腿那里 但是到小腿那里就会比较 怎么讲松一点点吧 就会让你看起来会比较瘦一点点 我觉得还有一个呢 我喜欢它原因当然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高腰了 超高腰绝对是矮个子 你知道吗 必备的一个形 我觉得如果你个子不高的话 就尽量就是高腰高腰高腰 然后上衣稍微短一点点 对OK 然后另外一个单品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大家看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就写的很硬朗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我脖子好像就是特别短 对 它就是显得我脖子特别特别短 然后这一件呢 就是那件欧美博主都在买的那一件 就是芥末黄的那件西装 然后它是那种就是这种剪裁的 我觉得当时吸引我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颜色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剪裁 现在网上基本上这一款 已经就是断货了 没码了 我打算就是把它退掉 因为它真的是不适合我呀 它穿完以后就写的 我像一只行走的盒子 我应该这么说吧 对 第一个我发现它颜色还可以 可能就是亚洲人不太适合 这种芥末黄的颜色 第二个呢 我收到以后发现它的就是剪裁 就是它的布料是那种非常硬的布料 第三个就是它有电肩 我本来就是肩膀就是很宽的人 我的骨架就是比一般的女生 都要粗的那种骨架 我就是一个大骨架 所以我的肩膀也很快 然后穿完电肩以后呢 就显得我更加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方形的盒子 然后上面加了一颗非常小的脑袋 然后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打算就退掉 到时候谁买到这件 谁去抢吧 反正就是最后一件十码的衣服 到了我非常满意的两件衣服 是今天刚收到的 还热气腾腾的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在网上买的这一件毛衣 它其实是一件 怎么讲我在店里看的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很吸引人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穿起来就会比较好看一点的 它不是那种纯色 它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不同的两个毛线颜色 加在一起的那种 然后是一种编织的 然后短款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我喜欢里面 它有一点的黄色在里面 而且大家知道吗 这件衣服是made in United Kingdom 很神奇吧 既然是英国制造的这件衣服 我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 哇原来英国还有厂家可以生产衣服呢 然后它的价格是 34磅也还蛮划算的 又不是很贵的那种 我很喜欢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的设计 因为它是这种短款的 然后我当时买的时候 网上就是没户了 你知道吗 所有的颜色都断麻了好多 只有就是12号 我就买了一个12号 我觉得也可以的 就是稍微可能穿起来有一点点大而已 搭配它的呢 我就在网上选了一个裙子 因为我看模特 它就是穿了一条那个裙子 我就自己搭配了一个 这个玫瑰的一个裙子吧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喜欢它这个花纹和颜色 然后它里面其实是这种格子的 大家看不见了 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格子 打底 然后这样的裙子 我觉得这两个加一起就是 还蛮就是可爱少女青春的感觉吧 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儿子的几件衣服 我儿子的衣服呢 一般是在那个 John Louis 马莎 还有那个Mini Bowden家买的 我最喜欢的牌子的就是Mini Bowden 大家可能知道我的 可能都会知道 他穿的好多衣服都是他们家的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条这样的裤子 它是有一点点这样的设计 就是缩口的设计 我喜欢这个裤子的原因 是因为它真的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吧 就是小孩子的话 我不太就是喜欢他小时候穿特别硬的牛仔裤 或者是特别硬的裤子 因为真的小孩子 他活动量比较大 特别是男孩子的话 这种裤子就穿起来会舒服 非常非常多 然后他有一个小红色的口袋设计 我觉得Mini Bowden家的东西呢 就是设计颜色什么的 都非常非常洋气那种 就是我很喜欢 另外一个呢 我就给他买了五件套的一个上衣 他一般就是会给一个这样的袋子在里面 然后里面就是五件不同款式的一个 那是类似就是那种下面寄扣的那种裤子吧 但是上面是长袖那种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最喜欢的一件 就是这一件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蓝色和这个黄色粗的好洋气哦 我的普通话等一下 要不我改天拍一个就是用家乡画拍的一个视频什么的 这个是两到三岁的 讲句实际的话 这就是我儿子最后一次穿这样的衣服了 之后呢 他就要买一些就是可能属于比较小孩一点的衣服 就不能穿这种就是连体的这种衣服 这个我觉得他比较好就是做内搭 特别特别舒服 他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又是纯棉的 加上冬天来的话呢 如果你这个下面寄扣子的话 他的肚子呢 就不会就是漏在外面 你知道吗 不会着凉 所以我就喜欢这样子 第一个是这个款式 然后呢 同样的他有配一些条纹 我老公就很喜欢条纹 他特别喜欢条纹 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说 他们家这种衣服就超级软 超级舒服的 我在就是汤圆很小的时候 就给他买过五件套 但是五件套都是条纹的 所以每次汤圆照相的时候都是条纹的 上衣好多人就说 他叫条纹地嘛 然后另外一件是这种灰色的这种条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在欧洲来讲的话 男孩子的衣服 其实我个人很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印有字母 或者是印有那种图案的衣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喜欢这种 就是简单的 然后我还有条纹 我还蛮喜欢在男生身上穿 我觉得还蛮可爱 特别是小孩子穿 另外一个就是红色星星的这一款 也蛮好看 还有一个就是蓝色星星 是不是都很阳气 感觉他们的配色 对就是这五件 OK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感觉今天的视频应该不叫就是近期的购物分享 更加像就是近期的购物分享 加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些单品 如果你是新看我的频道的话呢 请follow我的那个instagram 还有web 我会定期的就是更新一下 就让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